你不能總共說我在這邊打不到球好因為體系 我在這邊打不好因為體系 那你去當教練就好啦 你建立一個體系 我們必須要說這一集節目是現實面 我們不能回顧的是他以前拿ASPL 以前打CBA 以前打中華隊 你現在講的每一句話 XXV都在看 四個字 謹言盛行 好 馬上進入到我們這一個系列的回顧下集 你很緊張嗎 偏心啦 這不是只是你單純挖洞 我可能這個洞我就直接不見了 那你比較喜歡辛辣還是比較喜歡香 我很喜歡Dora還是喜歡辛辣 四伯 想不到我吧 很快喔 我們今天下集聊的主題就是 在整個Plus League 賽季當中 最讓你失望的 我的話我是講球員啦 你的話你可以講教練或什麼 因為你的看法比較不一樣 畢竟啦 我們要體諒一下我們的小超 五個名額我來講 我就是認為他們這個賽季打的沒有到我的預期 某部分其實也是對他們的認可 因為我一開始抱持的期望是高的 對 如果說我一開始就沒有看好他的話 其實他不會在這份名單裡面 合理 合理 我們就一人先講一個啦 對 這樣就不會喔 就是你覺得我抄你你抄我 不然就馬上抄就馬上發現 沒錯沒錯 你先講你的第一個 選秀嘛 我覺得大家都會說誰是狀元誰是狀元 結果最終的狀元是 欸是誰啊 喔 喔幹 我講 我想錯了 你在做效果嗎 他有自信 對他有自信 自信可以是魔鬼 狀元在富邦嘛 他也不是狀元 因為曾經他也是狀元的那個熱門人選之一 哇你講之前要先湊一下就對了 講出他的名字 陳范柏彥 大雪嘎隊伍他其實真的是 極具天賦 原本我也是覺得他可能可以在富邦 銜接捷歌嘛 結果其實今年算是 不知道打掙不掙扎 但至少是辜負到我覺得 他應該會有的數據 相對來上一期提到的停照 反正當初對於停照可能就 沒有那麼看好 對沒有那麼看好 其他沒有像陳范覺得說說不定他可以 在這個體系中活下來 甚至打得更好 因為畢竟許哥的體系是這樣子 那你天賦這麼好 可能會更讓你覺得省體力 然後可以得到更多的分數 或是在場上效益值更大 結果連到主要輪換名單都成了一點問題 但我不意外欸 我必須要說 我原本認為他就不會有太多上場之間 因為他就是要打到三號位 打到三號位他的弱點很明確 他沒有辦法下球 他的處理球不行 他只能catch and shoot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他在防守端 你要想到聯盟當中 跟他同位置的 有非常多很強的攻擊球員 他的腳步也不一定跟得上 他是在最後的彈跳能力很好 所以一開始我對於他 我的期望沒有那麼高 但是你是把他放在 心目中還蠻高的位置 你是不是覺得 欸 投入選秀四個字都還蠻強的 確實 他怎麼會想要去出手啊 還有五秒欸 好 那我這邊也講一個 也是富邦的 我自己蠻失望的球員是 謝忠榮 我對他的期望真的蠻高的 上一個賽季SBO 或是說前幾個賽季 在那邊打得非常好 而且是能跟一些 200公分左右的洋將抗衡 然後打球也很有主宰性 但他第一個賽季來到富邦 沒什麼太多發揮啊 講實話 就沒在融化名單裡面 可是我有問過徐總這個問題 他說他對於 謝忠榮這個賽季的規劃就是 希望他不要受傷就好 他來到富邦的時候 剛開完的倒 可是我必須要說啦 以受傷回歸之後 我認為他的表現也很掙扎 就是在場上你會覺得 他沒有辦法融入富邦的體系 他會很擔心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某部分你必須要說是體系啦 可是我講認真的 如果你真的夠強的話 你會是體系的一部分 所以這是要提升的地方 你不能總共說 我在這邊打不到球 因為體系 我在這邊打不好 因為體系 那你去當教練就好啦 你建立一個體系 好 這有點嗆 我不是在說中榮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沒有 你就是要維持這個辛辣的程度 因為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OK 我真的對中榮是還蠻有期待值 接下來輪到你的第二個名單 我覺得我剛剛會講錯 所以第二個名單 他就真的是狀元 他是第二季 PLUSD的狀元 小烈朱雲豪 像他第一年 其實他那時候 有打到冠軍去賽 表現很好 也是不錯 我覺得有時候選到狀元 就也是相對一個壓力 因為人家都會看 你到底是不是 實在的狀元 不管是不是NB 或是說我們 直安或PLUSD或T1 都會去講這個話題 尤其是你狀元的隔年 一定會遇到撞強 因為大家知道在你第一年 你可能打出了點什麼 大家都會針對你 在這一季 看他到底有沒有反彈 或是說更加的進步 一定是會被放大去檢視 但是今年相對 我覺得他變得很沉寂 沒有像第一年 他剛進來的時候那麼好 就會讓我覺得說 好像他這一季 沒有什麼作為的感覺 也不能說完全你 就是因為你這一季的狀況 然後就怪罪於去傷病 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傷病 本來就是會遇到 對 所以這個名單 傷病體系好不好 我們不能佔太大的分量 不然就沒辦法討論 但是這相對 我也是對於雲豪要第二季的表現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我先講一下我對於小力的想法 他也會在我的雷達當中 因為我認為他的確 也是應該要打得更好 他現在在於球隊的定位跟使用 他自己好像也還沒有適應 第一年他進來 他可以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不管是他擅長或不擅長的事情 他也都做了 然後相對也證明一些什麼事情 可是你看第二季 有點進步暫緩 對 然後還是在做一些 不一定是他擅長做的事情 我的第二位 我會給桃園領航員成立換 應該說從他第一個賽季在工程師 然後第二季去到夢想家 第三季領航員 就他的所有的 彩色球衣 我覺得彩色球衣沒有差 因為職業球員說真的 你在台灣交易來交易去也很正常 就像你嗎 我沒有喔 你接下來哪一隊 我是台北英雄啊 不要下班好嗎 沒有我覺得每年換隊沒差 但是最主要的是 他的表現是直線的下滑 就體系嘛 教練啊 你是不是沒有跟我們一起打球 你不懂那個感覺 你是不是不懂 你不懂我們的感受 現在是我的怕 那個主席時間暫停 我喝一口水 那你去當教練就好啦 你建立一個體系 我會給他 原因某部分也是認為 我對他還是有一些期待的 他不一定會是先發陣容 但他一定要進入到輪替 可是今年在領航員 基本上到後面他還是 背棋用 占線命中率就21.1% 你招領航員有一段期間是 大家都知道他們投不進 這時候你身為一個資深的球衣 而且我覺得他是有能力 讓他沒有捆起來 所以這是我比較失望的地方 你的第三個名單 我覺得我講第三個名單 會讓你有點驚訝 如果沒有周宇翔 我的確會很驚訝 我可能最厲害的就是嘴巴 但是我覺得我講出來 也會讓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會是他 OK好你講 他是新北國王的教練 哇他叫什麼教練 Rion Rion 等一下 Coach of year 所以你是不是很意外 意外了吧 為什麼 你要小心喔 你現在講的每一句話 國王的球迷都在看 四個字 謹言盛行 我是很理性地去判斷 因為我覺得你雖然是最佳教練 然後你的戰績也是第一名 但坦白講 國王第一季戰績有什麼差嗎 他例行賽第四 他只是第一個進入到季後賽 但坦白講 成軍第一年來講也打得很不錯 雖然今年也是第一名 但是你不覺得他淘汰的方式很雷同嗎 你自己看比賽 你不覺得劇情似乘相似嗎 就是一樣替補陣容頂不上來 你還是在用那七八個 或六七個調度的方式 今年的賽季比去年又多了十場 我覺得你在例行賽 你可以很多的時間 可以用其他的磨練或是操練 但是我沒有想到的是 原來你這個名單裡面 居然有教練 想不到了吧 那你去當教練就好了 你認為他是調度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你平常例行賽 你就是沒有在培養 肌肉賽你這時候 你說你要培養 或說你要讓他 那不可能啊 因為你例行賽你就沒有在幹這件事情 那台皮有在培養嗎 台皮很明顯的就是 我們大家都很團結 很明顯吧 對大家很團結 不管誰上多上少都是一樣的 真的很團結 大家一起上場 好你給的是Ryan 但我自己如果說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會覺得 他今年有一個更充足的時間 去準備這支球隊 但是我看到的是 他防守並沒有在季後賽做到完整 他例行賽的防守有比去年好 季後賽打到富邦的時候 兩邊在一些細節溝通上面的差異 除了那幾個主力專 你認為國王應該有哪一些年輕球員 是可以跳出來的 小米我覺得很明確的 高層就是要培養他 但是相對時間或是說 容錯率你都給的很少 四號位也是一樣啊 很常缺個四號位 你也沒有在穩定的培養 反正選擇說讓Q打到10 打到第四節真的沒力 你有看到Q很累嗎 他已經年紀很大了 我這樣講算是有憑有據吧 好啦 我們的年度最佳教練居然是 他的最失望名單當中之一 接下來這一個 也是曾經的中華隊選手 周伯承 伯承他也是 以前中華隊的四號位嘛 而且是很穩定的喔 不是說進去混個一兩次入選 他來到了夢想家 前段你可以說是 Julis教練不喜歡用他 可是後面換成賴柏林教練的時候 也給他足夠上場時間 但沒辦法拿出更穩定的表現 有可能也是我對他的期望比較高啦 第四個 我會給也是陸選過中華隊名單的 高雄鋼鐵人 也姓周 林志偉 我會給志偉啦 因為對他也是蠻多的期望 打到後面反而他可能也是因為有傷的關係 但我們剛剛有說不考慮這個嘛 不管你是在簽自由球員或是交易的時候 都必須要更專注他們的傷勢到底可不可以打 不然說你簽了林志偉我相信那個價碼不便宜 但他回來之後你跟我講他都有傷不能打 這時候我就會覺得說那你是不是在簽約之前 你並沒有搞清楚狀況要有一個規範 因為你看像NBA他交易或是簽自由球員 都一定會經過體檢 你真的很專業 你連交易要體檢你都知道耶 那我們先敲明年好不好 先敲明年 那不行 我幾歲了 還那麼害羞 最後一個也是在小潮的名單當中 並沒有 並沒有 我是很崇拜他 沒有我也很崇拜他啊 我們必須要說這一集節目是現實面 我們不能回顧的是他以前拿SPL 以前打CBA 以前打中華隊 好啦我的最後一個名單 一樣是高雄鋼鐵人的周怡翔 他應該是聯盟當中 所有人這一兩年加盟以來 最期望的球員之一 可是你說去年他打得還OK 勉勉強強沒有達到你心中的標準 但你會覺得他已經很認真很付出了 但是今年他只出賽了7場 在球隊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把商養好 那這也是我很疑問的一個點 就是他去年已經打了一季了 正常來說應該在這個賽季前 要把傷勢的問題處理好 可是並沒有 變成說他這個賽季打到一半以後 可能去開刀 或者說他的傷勢沒辦法上場 有些東西是你在修賽季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準備好了 嘴下無情 Who's your daddy call my neck 你看這個賽季只打了7場 2分限命中率28.5 3分限命中率26.6 6分2.1籃板 他會在這份名單是鐵定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是來自於 每個人對他的期望都還蠻高的 最新的消息是他交易到了領航員 在這邊還是要祝福 希望他可以打出一個好的賽季 在新的賽季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去迎接挑戰 我覺得看完我這份名單裡面 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打過中華隊的 都是至少中生代以上的球員 30歲甚至30歲以上了 然後你沒有打出應該符合的身價 我的失望是會偏多的 還有另外一個點是 我的名單當中有很多 4號位的球員 以前沒有雙羊將 沒有羊將身高限制的時候 他們好像打得還OK 進入到了職業聯盟 有兩個羊將 要他們扛起4號位 要他們投外線 要他們側硬的時候 好像現在是他們比較缺乏的地方 今天這一集節目 如果你認為有哪一些 是我們沒有討論到的人 但是你對他這個賽季的表現 也是非常失望 歡迎在下面留言 並且講出你內心真實的想法 為什麼你會很期待他 最後為什麼他讓你失望 這一集節目也很開心 再次邀請到我們的小巢 也可以有人說你 評判的不好 也是讓他很失望 沒有我覺得這種東西是主觀的啊 我們的工作是負責評論 這一集系列的總結 4個字 謹言盛行啊 懂嗎 你也是你不要笑啊 我一直都謹言盛行啊 沒看我剛剛的發言 多麼的謹言盛行 好沒有 你到時候出事的時候 我的頻道可以見你直播啦 好今天節目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見啦 掰